多一份報紙 最後一份報道 這裡站在尖沙咀佐敦的柯士典道 2058號傳動 即是牛奶冰室 傳動這個位置的時候 成交了1.5億 是李俊、陳鴻佳等人去接手 即是上市公司 就是陳鴻佳 李俊集團的時候 總樓面面積是20689呎 地鋪 牛奶冰室 一樓就是商用物業 和樓上23個住宅單位 尺價超便宜我 7250元 樓我不是很熟 不敢亂給分 但一看感覺 看一整棟的時候 1.5億大度難 面闊是20呎 在奧士典道 再深 差不多接近100呎 大概90呎左右 讀真點 未確定讀到 不過大概看到圖 所以1.5億尖沙咀 左頓核心位置 左頓道 那邊是尼敦道 轉個圈給你們看 向同軍方向西舊 這邊是尖東的方向 七藍到南 這一段的 柯士典道 很多人 人很多 不理會突然沒有了 但平時很多人都走 在說牛奶公司這個位置 和你進去看看 大廈的入口位不是這邊 這邊就是行仔的位置 走走走走走走走 這就是牛奶公司 不是牛奶公司 是牛奶冰室 後門位 大廈的後門樓梯 和後面的壓位 深 接近100呎 95呎左右 再過回來的時候 看看大廈的入口位 讓你們看到 你才感覺到 旁邊就是牛奶冰室 資料說回 牛奶冰室的租金 是17萬元租用 上手業主的時候 就是 扶世彪的家族 木企大王 買回來 2019年3.2億 磁房五年 輸了53% 就是17 1.7億 就沽出來了 之前也是有入口出 最近的時候 可能銀行的線 就看到洞的線路比較緊 沒辦法 就要沽出來了 這裡就說 租金地下就是17萬元 加上樓上的時候 合共租值是67萬元 所以回報是5.4厘 當然 做了這個鳳梅式住宅的話 不,鳳梅式住宅的話 改造的話 升值部的潛領更加大 這個就是大廈的入口位 耀基大廈 就是阿士典道的1806 和108號 這樣 過來看看 你們玩的電話 已經走了 已經轉了 這裡有一個大廈的大廈 進來的時候 就說一樓 就是室室 室室 什麼Yogi室室 一個美容的中心 進來雲打開了 這裡就有一個美容的中心 在一樓 但正確實 哪個打哪個 哪個是106、108號 都搞不清楚 總之你看到 就是一樓 這樓 出到外面 就是那樓的升降位 再上去上面 走樓梯上去上面 有十幾層高的住宅 加起來的合共 建築面積 就是20689呎 再走回一轉 之後出回來這裡 下面這裡 就是阿士典道 這裡人流很多 經常經過 旁邊有一間Starbucks 經常用它的廁所 又很方便 停車 出回去那邊 就是彌敦道 所以這樓 屬於核心地段 遊客也會走到來 又未必是尖沙咀最核心 最核心的位置 但是服務式住宅 這些都很方便 很漂亮 一看漂亮 超級高分 不敢亂記分 但是真高分 但這個牛奶公司 加上樓上的住宅 就1.5億 成交了 阿士典道108號 遙跡大廈 漂亮 恭喜業主套館 恭喜買家 你想買貨門的時候 這裡在我們公司的一部 都可以聯絡我們公司的同事們 正會 買貨門 買貨門 不用煩 5%收你租金的時候 就搞定了 可以聯絡我們公司的同事們 OK 拜拜 拜拜 看一次這個傳動 就成交了1.5億 報紙報道 就是在星島日報的時候 讓你看到整個新聞 利進集團 他們去賣入 做這個服務式商� 不是 服務式的住宅 1.5億的時候 下面牛奶冰室 剛剛又在吃東西的時候 拍了我的小影片 你看到裡面也很漂亮 牛奶冰室也很好吃 你也知道 他很成為租這個百分百 這個集團就很有力 這個大廈的Lobby 裡面看到 有些美容 Yoga在裡面 出來的大廈的入口位 再去那個 Ossidindo 裡面走過的時候 有些商業 有些美容 Yoga在裡面 出來的大廈的入口位 再去回大廈的入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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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sidindo Ossidindo 有些人走 尤其是去那邊 是特別多人 所以這個美容 就是店舖的直線 好 各位麥家 各位業主導演 謝謝